LAST CHANCE TO NAIL DOWN YOUR STRATEGY 好啦 現在兩邊準備準備開局囉 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戰術如何 然後我們看一下藍隊齁 藍隊四個人都直接要衝進點Menshin的樣子 欸沒有 現在是他們的元素跟Menshin走到進點 然後他們的工程那個 跟他們的同時車 那紅隊呢 則是集中四個人到了終點喔 但元素應該會直接去那個投擲車 阻止藍隊繼續使用投擲車喔 那可以看到現在這個中場的戰鬥 紅隊Ranger的戰鬥 對 它是一個呃 靈有小 但是它有帶一個這個可以解Condition的文章喔 那很快的藍隊的死靈就已經倒地了 對 並且紅隊也是成功的終結掉了 那這樣子的話 紅隊在中場就會獲得優勢喔 你可以看到紅隊已經取了這個點 那現在上面 藍隊還是有人齁 現在藍隊是二打藍紅 欸 紅隊現在是兩隻 然後藍隊是二打三的狀態 那紅隊又進來支援喔 紅隊的那個元素已經進場了 而且你可以看到就是剛剛 呃 紅隊的盜者已經去把 通通把那個Menshin開擺了 所以這樣子藍隊是完全取無的 沒辦法取得分數的 那現在是呃 紅隊的Guardian 遭到非常強大的猴力攻擊 看來大家都非常討厭的Guardian 對 但是它呃 一個補血 和一個法杖士 法杖士喔 唱到最後一下子 是可以治療大概 1700到2000的血量 而且它用法戰武 成功的把戰場切開來 而且它的一些主要 吼叫技能幾乎都還沒有使用 對 那這邊呃 藍隊的Guardian又再度的 進入一個倒地狀態 然後呃 紅隊的Holyzone 已經成功了插旗 那藍隊又倒了 這個隊長已經倒地了 混數師倒地了 那現在就加入紅隊的呃 呃 Guardian來插旗 那紅隊看起來在呃 中塔已經取得了絕對的優勢 那他們現在戰鬥已經進逼到了 藍隊的Menshin前 我可以看到盜者已經到了Menshin的點上 那藍隊並沒有人在點上 所以這個點會被 應該是會被 對 沒錯 會被這個 紅隊所開發 我們看到紅隊這個盜者 還叫HandersonMan 那我們就叫他帥哥好了 好 帥哥現在已經離開了這個點 看來紅隊打算只把他採白 並沒有搶下來 就是只是要單純的阻止藍隊的得分 對 他一採白以後 就再度 回到中場 他在藍隊是去將 紅隊的那個投資車打爆 不過看起來 其實我覺得這個舉動沒有什麼 因為 是多餘的 因為紅隊根本沒有在用 對啊 但是他們現在Guardian 已經到達了紅隊的Winmail 準備搶下來 紅隊現在回房可能已經很慢了 應該是會被採白 紅隊我們看到他現在是那個 工程師準備進去 工程師他也不急 他並沒有急著要點你們去作戰 這是好像火箭靴的特效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藍隊Guardian的作戰 我可以看到這邊 Guardian已經遭受兩個人擊火 那他 現在是被 元素以及工程師在做擊火的動作 對 所以他在這邊應該是 會打 會沒辦法活的 對 可能現在應該要準備撤那 他也算是蠻聰明的 撤點真的非常的快 對他用一個這個 大劍的傷 大劍的傷是有一個位移的效果 不過元素追得非常緊齁 所以看起來應該很難拖得掉 不過元素累下那個火舞並沒有碰到 對其實那個火舞還蠻難命中的 對其實蠻難命中的 好那現在 藍隊都往中間 攻塔來 看起來也是沒有辦法成功的取得 戰點 對而且你可以看到現在這個 我覺得紅隊到底 地圖意識非常好 他就是 只要中場或者是 哪邊的會戰 一取的優勢 他馬上去開白對面 唯一的那個點 然後再繼續回到中場支援他的隊友 那這樣子的話 即使 他是用這個shadowstep 直接去透過地形來取得最快的移動方法 對 這樣子的話變成說 藍隊每次 復活都還要花時間 花這個十秒鐘 去把這個原本那個點開回來 就等於說消耗你一個能力 因為我們可以知道這個 好像現在那個 紅隊的盜賊非常的厲害 你看 他在紅隊的工程師倒地的時候 馬上放一個shadowrefuge團體引行 然後成功把他救起來 然後並且反轉了局勢 本來是 紅隊這邊是烈士的狀況之下 被他一個shadowrefuge 直接又成功的扭轉回來 對 然後他現在已經達成任務 擊殺了 就把插鞋動作交給紅隊工程師 然後繼續離開 那我們先來看中電的交戰狀況 剛剛也可以看到那個盜賊 他用這個短攻的武 進行一個這個地形上的順移 這也是這個 卡克塔爾這個 將 這個地形 一個關鍵點 因為他有很多這個高台 他是 如果你是 有瞬移技能的職業 你可以 節省很多的時間去繞這個路 可以直接上這個 瞬移這個 瞬進這個中塔裡面 好 現在紅隊 藍隊就是 持續的被 要去佔領面群 但是他們 戰隊中塔 一直持續搶不下來 對 這邊分差已經 這個分差 基本上 應該這個地圖 是非常難以挽救回來 現在是 326比60 紅隊現在他們隊長 換術師又離開了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你看 像紅隊的盜賊 他會 中塔的地形在上面 到處尋走 來觀看說 哪個點 他們是否已經離開了 他現在是換的是 紅隊的Ranger 來把Mansion搶擺 我們可以看一下 他這邊是要修投資車嗎 對 那藍隊的隊長 已經把投資車修好了 現在開始要準備 朝中間進擊 那我們看一下 紅隊是不是 可以很快的進行反擊 我們看一下 中間被砸的狀況 紅隊的守護 是被砸了一炮 對 那很快就離開了 那現在 藍隊要利用這個機會 趕快把上面的點 踩下來 應該是可以踩白 對 但是 那盜賊已經去 準備要解決這邊的 對 紅隊的盜賊很快 就上來支援了 我們來看一下紅隊盜賊帥哥的事情 我可以看到他是一個 劍比賊 那劍比賊的特點就是他的 這個 三技能 他的劍比的三技能 他本身是有一個Evade的效果 Evade就是等同於翻滾 所以他在出招的同時 他還可以躲避 對方的招式 所以他同時不斷的在進行騷擾 讓對方的換速是很難去操控同時車 對你可以看到剛剛他用一個這個 呃 他的劍二的二技能 現在下面喔 放第一段 然後再瞬移上去 那當他受到擊火的時候 他可以馬上瞬移回 返回原本那個點 但是這邊喔 被 因為他是被兩個人攻擊阿 他在這邊 遇到這個剛好復活的這個死靈 藍隊的死靈 所以死靈放了一個恐懼喔 將他恐懼出這個 所以他也是在達成任務了 他就是 呃 在死前 還是成功的把同時車打爆了 所以中間又情況又穩定的下來 那這邊 呃 終點是兩個守護的戰鬥 那守護用一個大劍的拉喔 但是 嗯 因為大劍本身那個拉是把人家拉近阿 像這個 紅隊守護就用那個盾彈把人家彈出點外 那你如果是在這個 中塔的戰鬥 你沒有 用一些位移性的技能的話 你是很難把這個點開白了 所以雖然說你看到這個 紅隊守護 雖然是一打二 一打二在這個點上 但是他一直沒有讓這個點被 這個藍隊喔 所以他的技能幾乎都已經用完了 現在開始沒開無敵了 還有一個無敵 啊 現在被4打1 然後盜仔也很快的 Shadow Refuge又把他救起來了 對 那像 如果當你 像到底用這個Shadow Refuge 就是隱形喔 你是沒有辦法 成功的完成你的插襲動作了 那 如果是你的對手 用了這個隱形 要試圖救他們隊友的話 那我們應該做的就是 在那個隱形的點上 在那個倒地的點上 不斷的砸這個AE的技能 那現在來看到 現在說 中間兩個點是白的 可是紅隊還是持有一個winmail的點 所以他現在 情況下應該是可以順利的取得勝利 他去看中間能不能多殺一些人喔 好 那現在是看到藍隊的隊長 已經被擊殺了 不過他這個位置很巧妙 剛好在下面 所以要被插起也不容易 好那中間最後的團戰 看起來還是紅隊略取的優勢 那紅隊500比100 他覺得第一場勝利 對 那我覺得藍隊剛剛的問題 主要是出在他們沒有辦法 在地圖上控制那個倒者的位置喔 所以加點 你中點打不贏的狀況下 加點又一直掉 等於說你完全都 是沒有分數喔 嗯哼 所以 等一下 這場戰鬥 我覺得藍隊要更注意 這個倒賊的位置喔 假設 你在中場戰鬥看不到倒賊的話 你家裡的那個防守的人 可能就要回到點上喔 避免 一直被這個倒賊偷彩點 簡單來說就是至少要留一個人在家裡守著吧 對 那其實如果說兩隻狂點的話 留一個人守著其實都是 呃有機會完成任務的 至少就是不要那麼快就被踩走 那現在我們再來介紹其餘的組合 那我們剛才有講到的是 紅隊的工程師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紅隊的元素師好了 欸 我還沒進那個事情 我忘了 那紅隊的元素 那我們請CC來介紹這紅隊的元素 好可以看到這個 他的 身上的符文是 選用了一個加mite喔 並且是這個 減condition 六間特效是一個減condition時間的喔 所以他 你可以看到他的補血也是帶這個 每一跳都可以消一個condition 這個就是 我在猜獎他是針對這個condition喔 做一個counter喔 做一個特化 因為現在死靈非常的強勢喔 所以可能大家多少都會對condition的傷害 有一些 呃忌憚吧 對 那他是一個 呃雙匕 雙匕首元素 然後他的萃子部分喔 可以看到他有點到火系喔 這比較少見 那他火系主要是加了這個火的這個CD喔 還有這個傷害 那其他部分的話就是 呃 蠻常見的 就是 奧系這個最後 出到這個30點喔 翻滾可以出相對應的那個法術喔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藍隊的話 藍隊的槍隊他們也有一隻元素 那我們來介紹他們的元素 元素這邊他用的符文是這個 他這個也是減這個控場時間 減這個時間和那個condition時間的喔 所以大家看來這個元素 兩邊元素都 雖然是符文選用不同阿 但是 都有針對這個condition間 condition時間做一個特化 那他也是一個 雙匕首元素 帶一個Soldier項鍊 配上Berserk的珠寶 那他是 喔 這個020 020 30 嗯 算是比較常見 比較 常見的Build 但是 一般來講 雙匕元素會 不會出到這個10點 然後可以看到 他這個 他帶了一個 這個 Signator 增加 Critical Chance 不過通常 好像一般 在打這個 戰鬥元素都會是 試著去帶迷霧齁 這樣就是 在Total的時候 或者是 在X起 治療的時候 其實都是表有優勢 不過這個元素好像 並沒有考慮要帶迷霧 而是帶另外兩個 對 OK OK 那看來 現在 應該兩隊應該都準備得差不多 那我們現在就來準備 看是否已經OK OK 好 那準備進入第二回戰 我們可以看到兩隊的出口 看得出來 紅隊是有特別的氣圖 紅隊有三隻 然後 至少兩隻直接衝到對方家了 他們應該是會用一個隱形喔 對 那看來看起來 我們來看一下Handerson Man的視角 他決定 直接去偷這個 喔 並且成功了 偷到了 他在這個四個人亂軍之中 把這個 Chifton喔 偷到了 簡單來講就是 你要這張地圖呢 打這些NPC的時候呢 打到最後一刀的人 才能 才是取得最後的分數的人 所以你只要 等到前面隊伍打得差不多的時候 你把最後一刀補下來的話 你就可以 得到那個25分 那目前開局來講是 紅隊有力 紅隊現在是 是在取得兩點的優勢 那我們來看一下KEEP的戰鬥 對 因為剛剛 藍隊那邊 花了四個人去吃那個 中地的怪物 但是 反而沒有吃到 被這個紅隊偷到 所以他們 對於他們來說 世紀上應該也會有影響啊 而且BUFF是紅隊取得 所以非常的傷齁 對 那現在 藍隊的Guardian 顯然是準備要靠大腿來撐住這個地方 但是目前紅隊幾乎都已經在上面 紅隊五個人都在中間做戰鬥 對阿 而且藍隊你可以看到已經 滅團一波了 他們已經三名成員 是在讀音樂 所以其實藍隊的話 可能的話要盡可能先逃走 那這是Guardian 來不及了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下面的狀況 我可以看到這個盜賊又把這個 對方藍隊的成員喔 追擊到這個元素 追擊到死掉 那隊友 他剛剛換術用了一個shadowrefuge 呃不是shadowrefuge 抱歉 是那個illusion of life 但是放空了喔 放到空氣喔 沒有成功的救起來 好那現在 看起來藍隊目前的策略 是準備要去 欸 藍隊會不會有機會 反搶到他們的boss呢 喔沒有喔 還是有這個紅隊取得 還是有紅隊取得 可惜稍微慢了一步喔 而且這個換術 變成他身陷擊震喔 他這邊可能很難跑掉喔 他一個補血喔 但是喔 沒有成功的補出來 那在這邊進入一個小肢狀態 可能按太快了 都已經先按掉了 所以來不及了 那現在就會在賣外面 變成一波戰鬥 那外面這波戰鬥 看起來 藍隊的優勢 看起來藍隊優勢 面臨全滅的局面 好那現在 藍隊的Guardian 現在正要準備上終點 然後他們的 呃 元素已經在終點於他們的 比紅隊的Guardian糾纏一陣子喔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紅隊的Guardian 是否能夠穿波突破攻擊 因為他四個戰吼都還在喔 他現在開了兩個戰吼 並且一個補血 把血量重新抬滿 而且這時候 紅隊的Guardian就已經到了 對 所以紅隊現在變成 4打3的狀況 你看到藍隊元素 很快的進入一個倒地狀態 那守護血量也很低喔 那我們可以注意喔 這樣比方說 像他們的 他插起的時候 守護的時候 戰吼就喊出去了 那這個時候 其實他已經給全隊 一個穩固的狀態 那這個時候 他的隊友插起 就比較方便一些 對 而且剛才Henge 應該是被這個 紅隊的遊俠開白了 所以 變成說 藍隊還是一樣喔 跟上一場一樣 就是 然後現在藍隊的隊長又回來了喔 然後現在他在跟 哇 他有機會把 終點開白喔 欸不行 慢了 差了一點 對而且剛才那個 紅隊的守護 我用一個盾武把他彈出去 趁機把這個點 又站回來一點 對 現在紅隊的 忍久已經來支援了 所以這個時候 看起來 啊可惜 沒倒在點上 如果他倒在點上的話 他就可以用 那個點去離開了 沒有他應該是 死前的時候 就是想要POTO走 但是沒有成功喔 對沒有成功 對 可惜 然後現在Hinge已經被開白了 我們來看看Hinge的狀況 哈 OK 火力挺又搶回來了 那現在看起來戰鬥 可能會延伸到 SHIFTEN這邊齁 現在藍隊又想要拿到SHIFTEN 可是紅隊 紅隊現在在完美機齁 元素在跟他們做戰鬥 現在藍隊已經把這邊算是包藏起來了 我可以看到倒閉又要進去 又要搶喔 他可不可以成功搶到 我們注意看現在SHIFTEN血量齁 他應該是會在那個SHIFTEN血量 剩下最後一點點時候 他又成功搶到 對 他的搶法就是 在SHIFTEN血量剩下 最後一點點時候用偷竊齁 這個順發的傷害技能 一口氣就把他想起來 對他的F1 對 不過現在是藍隊五打二在這個地方 然後到底進行獻刑 然後 紅隊現在是 元素正在被擊火 不過元素有機會逃掉嗎 不是假裝 RANGEL 永久機會逃掉嗎 應該是可以喔 應該是有機會逃掉 這個 遊俠 單手殲二兩段式的這個 逃脫可以 瞬間拉開一千二的局 那現在可以說是 藍隊已經全員集合在keep了喔 那紅隊已經擺好 也擺好陣仗在等他們 那我們就看這最後一波交通如何 因為 紅隊現在已經算是取得 相當大量的優勢 藍隊是 不太有機會綁回來 不過看看能不能在這一波的會戰中 至少把幾個人頭撿回去 那現在紅隊的元素已經倒地了喔 好那現在看起來 打算直接用火力壓制讓他騎不來 但他隊友還是 好像也沒有去救他喔 他自己在救自己阿 我們這邊可能需要講一個觀念就是說 如果在戰場情況OK的話 如果說你今天有興趣 找一些隊友一起來練習的情況之下 在團戰裡面 如果你的隊友剛倒下的時候 他就在你旁邊 那你的第一時間動作應該是 把他救起來 而不是去殺敵人 因為把他救起來的時候 你還可以維持場上的人力軍事 那這樣子的話 你還有機會再綁回來 那打算假如你在 據點上面的人力 無法取得軍事的時候 你就真的很難 對那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紅隊在這張地圖 他們對於BOSS的 那個兩邊喔 這個中立NPC喔 中立這個怪物的掌握非常好 幾乎每一隻喔 都是他們所取得的喔 所以 這點也是可以 其他隊伍可以 借盡喔 效法的地方 好啦我們這邊恭喜 紅隊的Vampire Carolina 晉級下 這是什麼 散播 卡